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随着泥塌,台风逐渐远离, 北部东大部降雨将逐渐缓和。 但是东北季风带来了冷空气,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感觉到天气转凉了。 预估这波东北季风在今天明天, 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影响我们, 星期四减弱, 但星期六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未来一周,在东北季风增强减弱, 增强减弱的情况之下, 比较会下雨的地方是在桃园以北和东大部地区, 不过每天的降雨几率或随着东北季风的强度 以及水气的多寡而有高低不同。 另外,新竹以南和澎湖金门马祖都将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从微信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路台风凝沙它越来越远了, 其实它离开以后我们上空的水气是比较少, 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大部地区云量还是多, 几乎都是阴天,而其他各地的云会越来越少。 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看一下这些阴天地方它的降雨回坡分布, 从雷达回坡上可以看到, 在北部东边的海面上以及陆地上仍然有些零星的降雨回坡, 其实这些回坡还是会带来断序的降雨, 但是大家如果和昨天的相比, 会发觉回坡少了许多, 而且到目前为止所下的雨势也渐渐地缓和下来了。 因此在今天的天气, 我们用图卡来解释, 这是未来一周三段天气的图卡, 然后这是示意图, 我们先解释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在桃园以北, 基隆北海岸, 宜兰花林地区, 虽然降雨逐渐缓和, 但是还有局部短暂阵雨, 台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今天在下雨的时候, 宜兰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还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至于新竹以南,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今天的雨雲会越来越少, 但是中南部的山区, 中午以后会有午后的震雨。 明天天气形态和今天类似, 但是明天我们的水气比较少, 所以影方面的降雨会比今天再来得少一些些。 星期四, 东北季风减弱了, 白天温度会回升, 而且星期四, 水气算是未来一周最少的一天。 像金融北海岸, 宜兰和花林地区的降雨会比这几天来得更少, 但是还是有零星短暂飘雨的可能, 至于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了, 中南部山区在中午以后会有午后的短暂震雨。 而星期五呢, 水气又增加了, 所以影封面地区, 像大台北, 金融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 下雨的机会又升高一些些。 星期六, 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这波东北季风南下, 北部东北部温度又会转凉, 而且在北部和东半部地区有降雨机会, 又升高了, 当然就像提的新竹以南的地区, 澎湖金融马祖看起来是还不错, 但是中南部山区依旧会有午后阵雨。 至于未来一周的温度变化, 红色的是一线市北部东北部和马祖地区, 橙色的是花东地区和金门澎湖, 浅蓝色的则是中南部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个地方的温度形态是不一样的。 昨天晚上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今天清晨马祖出现, 马祖还有北部东北部都出现了16-17度的低温,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气温是在桃园的茶改厂, 只有16.5度的低温, 对于中部和东部低温也降了, 只有18-19, 其他大约20-21度, 明天清晨低温和今天是类似的, 我们预估明天清晨, 在马祖的低温大约17度, 金门北部东北部大约19度, 其他各地20-21度, 但是沿海空旷地区的低温会在第一个一两度左右, 在东北季风影响的今天明天两天, 我们就先以北台湾来看, 整天天气是湿凉的, 日夜的温差大概就有一两度左右, 高温也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但是随着星期四东北季风减弱以后, 低温稍微回升一些些, 高温也回升一些些, 但是回升是比较有限的, 再来看到下一波温度降幅, 将在星期六星期天, 第一波东北季风暖下的时候, 这是北台湾的温度, 至于花冬地区和金门澎湖地区, 当然在这两天, 东北季风影响的时候日夜温差也是比较小, 但是比北台湾好, 日温差大概有三四度左右, 星期四白天温度我们可以看到, 回升到比较舒适的温度会到达26、 7度,甚至28度左右, 但是也要等到星期天, 东北季风影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温度在降, 相对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日夜温差一直都是很大的, 尤其在东北季风减弱, 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日夜温差会有9到10度之多, 每个地方温度的特性是不同的, 再来讲讲海面的风浪以及沿海的强征风, 这几天海面的风浪相当的强劲啊, 这个风浪的预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等值线, 5公尺, 4公尺, 其实台湾附近海面风浪强劲, 浪高都有5到6公尺以上, 另外有长浪的现象, 我们清晨到目前为止, 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花莲都已经观测到3到6米的长浪, 我们预估今天在台湾各沿海地区, 绿岛兰域, 澎湖金门马祖还是会有长浪, 而明天长浪的范围是比较缩小, 但是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沿海, 绿岛兰域,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依旧是有长浪的, 这样子的风吹, 路上也有蛮强的阵风啊, 在今天清晨到目前为止, 西部沿海和横川半岛依旧有10到10级的强阵风, 提醒大家今天明天两天, 各沿海地区风浪强劲, 尤其是台南以北的沿海空旷地区, 横川半岛, 绿岛兰域, 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9到11级的强阵风, 东北季风断续的影响, 陶宇以北和东半部朋友虽然每天降雨几率有高低不同, 但是外出还是最好期待雨具备用, 另外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北部东北部整天偏凉, 其他各地夜里清晨比较凉, 提醒大家随着温度的变化调整穿着,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